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就很恐惧自己失去世界第一 也希望站稳世界第一 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美国历经了1929年的大萧条 美国在1895年 它的GDP正式超越大英帝国 成为世界在经济上的第一强国 可是当然在军事上不完全是如此 在国际的影响力也不完全是如此 所以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 美国急于要打倒的第一强权国家 它的名字就叫做英国 那个时候英国没有想到 美国和他在二次大战里头的结盟关系 是如此的紧密 丘吉尔之后 爱德里首相也以为他们可以 从美国得到必要的援助 所以就派出了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因为凯恩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里头 曾经对美国有所贡献 所以他们就派出了凯恩斯 希望能够跟美国当时的总统 好好的商谈 商谈里头第一个就是一个 不要任何利息的贷款 第二个就是很低率的贷款 第三个是免费的赠予 结果美国通通回绝 只愿意贷款 而且是相当高利息的贷款 那么英国在这个情况里头 被迫削减了大幅的军费 削减大幅的军费意义是什么 首先英国在波斯湾附近的 几个殖民国家就纷纷独立了 接着我们就看到了 1947年印度独立 1948年缅甸独立 从印度的历史来看 印度的独立 他的所有争取独立的 最重要的精神领袖 圣雄甘地 从缅甸来看 他们的国父是欧山苏姬的 爸爸欧山将军 从国际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 真正导致这两个国家 可以从大英帝国独立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是美国不给英国钱 英国没有军费 维持在那个地区继续的军饷 所以后来凯恩斯就劝了 爱德里首相 放弃这些殖民国家 一放弃之后 大英帝国不再是日不落国 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海外的殖民 海外的资源 英国就变成越来越小 然后接着到了1971年 当时美元真正的爆发了危机 那么美国很担心自己 世界货币界地位不保 这个时刻 他就跟OPEC谈判 就是说你可以涨价一桶石油 从两块钱涨到12块钱 那么这一涨价就使得全世界 就出现了历史上称之为 叫第一次石油危机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 所以愿意做这个交换的原因是 他要求石油要美元计价 就再次确保了 虽然美国原来跟全世界 44个国家所签订的 我印美钞 你们作为外汇存底 然后你不要再用黄金了 可是我的美钞不会乱印 我一定是有多少的黄金储备 而是以1比30来印我的美钞 抱歉 我作废了 那么他可以作废的条件 是因为他跟石油输出国组织 又达成了协议说 你用美元来计价石油 这个时候美国又确立 他世界货币地位 但是进入了1980年代 他发现有一个第二大国 经济上面一直崛起 那么曾经研究世界强权崛起的 著名的历史学家Paul Kennedy 他就说 一个帝国的崛起变成 第一最重要的 不是军事不是政治 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 由经济最后面 才有其他的力量会随之而来 当美国看到日本崛起 日本的Walkerman 日本的Sony 日本的Panasonic 开始打入美国的市场 特别是日本的Toyota的时刻 日本第一的名称在美国正式成为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 傅高一所写的书籍 而且在美国的所有的媒体 出现的都是日本威胁论 这个时候美国逼迫日本 签下了广场协议 日本彻底被打败 经济停滞20年 而那个时候参与广场协议的 就是这次主导美中贸易谈判代表的 Robert Lighthizer 当时他非常年轻 他是副代表 现在经过几十年后 重新来了 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 于是中国威胁论 在Paul Kennedy这位历史学教授 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这些中国威胁论 事实上中国讲成一个 好像非常大的一个巨人 那这些数据里头 有多少是真的 但是这是美国长期以来 他所恐惧的一件事 因为过去的研究里头 500年来显示出来 那每100年就会有一个帝国 他本身会产生一些衰落的现象 那么因此会有一个新崛起的大阔取代他 美国有失去帝国第一的恐惧 所以他打击的对象 不见得是他在政治上对立的对象 重点都是在精进 1945年他打击英国 1985年他打击日本 而现在美中贸易大战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过去虽然美中有好几次的 301贸易的谈判 可是从来没有像这次来势汹汹 很大的原因是 美国真的认为自己 经过这次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 美国是走向衰落 但是Paul Kennedy跟很多学家 经济学家也都提出来说 美国现在是充分的就业 美国经济是强劲的成长 实际上美国衰落 是一部分人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不均衡的发展 而美国虽然在长期而言 在制造业里头 它是衰落的 但美国曾经在克林顿时代的时候 因为科技 Internet的发展 现在也可能因为人工智慧的发展 使美国再次的超前全世界 那么这就构筑成了 现在美国整体 对于未来世界的一个整体世界观 所以这是不分共和党 不分民主党 是几乎是跨美国 很多人要维持 美国有一个长期的战略 而在战术的部分 该怎么办 因此就是针对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中贸易 在这次美中的贸易冲突里头 大家都注意的是关税 可是我从一开始 在文献市中报 或是财经中报时 一直告诉各位 它分三个层次 一个是降低贸易逆差 这个现在没有在任何谈 大家先把焦点放在关税 关税是最不重要的 它对中国的影响 可能使中国一年降低 0.1%的GDP 真正的是第三个 也是中国面对美国最危险的 也是美国对中国 可能最害怕的 就是中国的制造 2025会不会成功 中国会不会变成 在高科技领域里头 看到它的支付宝 看到它的腾讯 看到它的阿里巴巴 看到它的无现金支付 对美国来讲充满了各种的危机 在这样的危机里头 其实这一场中美贸易战 被称之为另外一个变相的 而且是真正核心的 叫做科技冷战 川普为美国发动 对大陆的301调查 并祭出惩罚性关税的行动辩护 在他看来 美国是受害者 而在出台建议的 惩罚性关税清单后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洛 也上了多档节目 阐述政策 The big picture here is that China has been stealing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years when an American company goes to China they force that American company to surrender its technology to a Chinese competitor a Chinese competitor winds up beating the American company not just in the Chinese market but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s an unsustainable situation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decided to crack down on we have a program to do that it's not just that China cheats and steals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re also coming here with large bags full of money to basically buy up the crown jewels of American technology and the biggest picture here is that China has this thing called China 2025 it's a policy manifesto which says that they want to take over all of the emerging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quantum computing and if we allow China to do this particularly using unfair trade practices we won't have a future 那瓦羅認為 科技是美國之所以成為 全球領導者的基石 但卻遭大陸以不公平的貿易手段侵蝕 事實上 大陸是改革開放後 在許多行業的準度上 都設置投資門檻 也確實利用外資急於進入大陸市場 被迫與大陸企業以合資方式 最後轉移的轉立技術 而在發動301同時 美國也一撞告上WTO 隨後包括歐盟與日本也在本週加入 就歧視性的技術許可 啟動於大陸的磋商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 我希望外資和中國的企業能夠合資 這是符合WTO的 完全符合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人說我們強制 進行技術轉讓的這種要求 是沒有適時依據的 在美國祭出301懲罰關稅清單後 大陸國興辦召開專場記者會 商務部副部長也是大陸國際貿易談判 副代表王壽文 回應強制技術轉移的抨擊 稱是發展中國家在WTO架構下 保護本國產業的合法行為 他還抱怨 中美間龐大的貿易赤字 本應可以解決 但中國想買 美國卻不想賣 減勝差是需要三方的努力 不是一家就能夠減勝差的 我想買他的東西 我想多買 他不賣 你不這樣 你繼續限制你自己的出口 別的國家都向中國出口 你不向中國出口 那怎麼能夠減勝差呢 所以我們想呢就是 希望美發能夠放鬆高科技產品 對中國的出口管制 王壽文談的是 中美貿易間長期存在的問題 更凸顯大陸在高科技發展上 能需要外部的援助 然而美國301制裁清單 以打響這場科技冷戰 圍堵的第一槍 那這次他們這個301 出來這個清單呢 我理解呢它是有雙重目的了 一方面呢它是以這個貿易不平衡為由 然後呢來打壓中國這些商品 給中國這些產品呢 來製造更多的進入美國市場的障礙 然後呢它的邏輯 背後的邏輯呢就是說 如果美國購買了這些商品 就是在幫助中國發展這些產業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 中國從來沒有對外部壓力屈服 外部的壓力只能使中國人民 更加奮發圖強 儘管大陸官方對於美國301的制裁 表現出奉陪到底的強硬態度 但這確實打亂了中國製造 2025的產業政策節奏 因為即便強調自主研發 在許多產業的關鍵技術 能要與外國合作 或以資本運作取得 華爾街日報就指出 美方301制裁清單若真的執行 只會讓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 下滑0.1個百分點 但關稅封殺只是第一步 這場科技冷戰的長期效應 將給大陸帶來更大的衝擊 明明的指出 這些行業 高科技行業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 高檔溯控機器人 也中國不應該發展 我打的就是你的高科技行業 2025上面的 所有的我們放到的行業 無意例外被包含在這個清單裡面 這是一個傲慢的清單 第二個 這是一個充滿敵意的清單 為什麼說是充滿敵意的清單 美國的高科技行業不像中國出口 你本來就不像中國出口了 我能夠生產了 我向你出口 你還不要 還要阻碍這種中國的出口 明擺著就是試圖去扼殺 緩慢 甚至打斷中國的高科技 才有這種發展 事實上 英國金融時報在稍早 介入美國貿易代表署 一份200多頁的報告中 以直接點名的數家大陸企業 包括美帝集團的機器人 中國化工的農藥 中國中車的軌道交通 中國商費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的航太產品等等 即便美中雙方最終能妥協 這些企業的產品與對外投資 日後在美國也肯定遭到 歧視性對待 而首冷國際貿易法規的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哲 正建議川普動用冷戰時期的 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讓總統可動用行政權 除了課徵無上限的關稅 更可進行否決所有可能讓 美國科技流入大陸的投資案 川普政府認為中國 是一個很正式的交易 但大陸也沒有做以代幣 華為主導的大陸 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 雖然在美國一招封殺 卻在今年的西班牙 行動通訊大會上大放一彩 這是我們全球最新的 也是最早的 與市場的這個5G終端 可以讓我們老百姓 下載速率以G為單位 舉個例子說 現在家裡邊我們這個 光纖的這個接入大概是百兆 那這個速度是兩個G 是我們現有的這個光纖的 可以說是20倍 大陸5G通訊標準的自主研發 擺脫了向國外高價購買專利 並實現輸出 儘管可能失去美國市場 但華為已宣布 和全球45家電信營運商 簽署5G實地測試協定 而5G的應用還不只有在電信 未來將滲透到物聯網 工業自動化與自動駕駛等 各產業領域 此外大陸航天工業 也是這次美國301封鎖的產業之一 上週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再以一鍵雙星方式發射 第30和第31顆北斗導航衛星 事實上北斗衛星系統 已在大陸實現商業跨運 也挑戰美國獨霸全球的GPS 想進入美國市場雖已不可能 但這套大陸自主研發的 全球定位系統 目前正在組網階段 預計今年底將服務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而這也是美國科技能在圍堵下 大陸高科技的南海市場 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正在推進這個一帶一路的建設 那一帶一路國家呢 它的市場空間是非常巨大的 那麼通過這個綜合的 多元的五通的合作 我們可以把那裡的這個市場需求 培育起來 特別是一些已經經濟發展 進入到工業化的軌道 然後呢 它對這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 需求量比較大的一些國家 那麼應該成為我們重點發展這個目標 揭開貿易戰的面紗 美國要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所發動的科技能戰 才是這一輪美中在全球戰略較量 真正的面貌 如果美中貿易談判破裂 或者是先破裂再談判成功 作為談判籌碼的話 它的時間會在什麼樣的一個落點 這是現在大家很需要知道的 首先呢 貿易談判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是這一場戰略裡頭 其實最核心的腦筋 那川普想的可能是別的 但是他樂於讓 Robert Lighthizer 來領導這一次的美中貿易大戰 因為他有足夠的經驗 他也是貿易保護主義者 至少在這一次的選舉之前 川普非常需要這樣的人 來作為他的腦袋 在老布希的時代 美國就已經對中國 進行過一次 這次一樣的 301貿易調查 那麼當時調查的時間 高達9個月 最後在1992年 簽訂有關 也都是支持財產權的保護 到了1991年 又再來一次 這次是12個月 到了1994年 再來一次 這次是克林頓時代 是8個月 1996年 再來一次兩個月 這都是克林頓時代 那麼接著呢 在2010年 歐巴馬時代的時候 是兩個月 所以這次的中美貿易大戰呢 沒有半年是不會完成妥協 而且這個過程 應該比過去的 來了更加的一個激烈 那中國大陸相當的了解 美國現在呢 主要的戰略 就是不希望中國 在人工智能的領域裡頭 可以崛起 所以呢 他希望中國 不再取得任何高科技的 一些含量 但是對中國而言 其實中國過去的理工人才 也不少 自己也在進行各種的研究 而且他們又看到了 川普的一個弱點 因為川普同時 在進行一件事情 就是趕走人才 那麼在歡迎人才裡頭 中國提出了很多的補貼政策 當然它的缺點是 它讓很多人害怕 它的空氣污染 那麼它的政治的管制 但是它的優勢 是它對於外國人才的全面懷念 現在中國大陸僅全力進口的 不是商品與貨物 而是人才 為聚天下英才 上海正加快構建 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 努力建設世界一流的人才發展環境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舉行外籍人才永久居留身份證發證儀式 其中就包括2002年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企業家 他們都是上海所極力爭取的世界級高端人才 我辦的時候也發現了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 所以我也在身邊的朋友都在鼓勵申請 因為很多人不可要求 過去海外人才若想留在中國大陸工作 得經過好幾道關卡 首先公司必須先到外國專家主管部門 申請外國專家來華工作許可 再到外辦申請同一函 第三步 申請者要再到中國大陸駐外使館申請簽證 拿到職業簽證之後 才能申請外國專家證 或者外國人就業證 最後才能到公安局 申請外國人拘留許可 五個步驟審批部門就有五六個 但是現在為了吸引外籍人才 上海市不但開放網上申請工作拘留 手續還一律從檢 外籍高層子人才 以及上海科創職業清單所屬單位聘雇 並擔保的行業高級專業人才 只要在網上申請工作拘留 三個工作日之後 就可以到出入境管理局受理專窗直接辦理 一小時即可取證 2015年7月以來 上海先後出台了25項 支持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出入境政策 2018年初又推出了巨嬰計劃 今年3月底 上海市頒布了上海加快實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動方案 開出住房支持機制 甚至開放家屬在上海涉及 在這場搶人大戰當中 北京也不遑多上 開出最快五個工作天 辦理完成人才引進手續的優惠 並且提高人才年齡上限到50周歲 別以為搶人才只限北上廣深一線城市 人才爭奪站早就在中國大陸各地打響 這片是杭州的人才公寓 只要是中級以上的企業人才都可以申請 這附近平均租價約為1.1萬台幣 但是只要你是人才 就可以約8000台幣的租金租下 而且公司還會補貼你7500元 以及入住僅需500台幣的月租費 正當美國總統川普的移民政策走向緊縮 生怕非美國人搶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中國大陸此時卻是反其道而行 小到二三線城市廣州國內人才 展現幾身一線城市的野心 大到金戶延覽世界級海內外人才 是要達成2030年 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主要AI創新中心的國家目標 在這一次美國想要防堵中國成為一個未來製造2025的大國裡頭 其中有一個項目叫做航天 通訊 航天是大家想說航天是指什麼呢 航天指就是中國正在進行的大飛機計畫 這個大飛機其實是中國國內的商用飛機 現在全世界的飛機不是波音 就是空中巴士 而中國知道自己並沒有辦法一下子製造 像波音跟空中巴士 不是這麼高規格的大飛機 但是在中國內地裡頭所飛行的商用飛機 它是整個上海政府過去已經進行了10年的轉型計畫 這個叫C919 現在美國要防堵的就是C919 而文謙的世界主報 我們特別在上海前幾年的時刻 就陸陸續續的為大家報道了C919 待會為大家特別整理 我們如何親近的目睹 在上海浦東機場的附近 一塊空地裡頭 這個秘密的製造基地 它可能拉出了將近一千多項的生產鏈 那麼對於中國來說 它是希望能夠製造高端的產品 而且可以取代原來屬於非常低附加價值 附加價值的這些勞力密集的產業 那麼因此可以提供中國 國內的飛機飛行來的時候 不一定要跟波音 不一定要跟空中巴士採買 可是對美國來說 當你走上這一步 你下一步你就威脅到了我 那麼這一次在整個制裁名單裡頭 整個美國對中國最重要的 就是屬於航天技術 你不可以從美國再併購任何公司 針對的就是這個C929 而中國的報復性裡頭一剛開始 大家說有波音 波音成了很大的受害者 但是後來大家仔細了看這個報復清單裡頭 只有限中45吨以下 也就是中國這次開出來報復清單 看起來就是飛機 大家說這個數量很大 可是其實都是談判策略 為什麼 因為它雖然講了飛機 它是限中45吨以下 而波音大多數的飛機都被排除了 它只有剩一款飛機沒有收到豁免 所以就是小事牛刀給你看 你真的再來 所謂你的1100萬歲 我就所有的波音 我全部通通都加進來 但是大多數的人認為 如果升高貿易戰的話 中國在短期之內 把飛機盡量採購法國的空中巴士 這是幾乎是短期內 可以看到的一個大趨勢 而這一時的投資人看空波音 開始補進了空中巴士的一個相關的股票 我們回來看C919 那麼我剛剛特別提到C919本身 其實是上海以及整個中國的製造業的一個轉型 但這次成了美國貿易戰裡頭報復的目標 C919是什麼 為大家做出仔細的現場分析 以及我們來自於上海現場的採訪 上海一個讓人一眼看不近的城市 穿梭在這座城市 陽光 車輪 花香 讓時間定格 做一個時光旅行者 她是中國的中心城市 也是中國的經濟 金融 貿易 航運中心 但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中國科創中心的排頭兵 絕不能僅仰賴第三產業 2008年5月11日 中國商費公司在黃埔將判成立 這對於經濟轉型期的上海來說 有著重要意義 以大飛機工業以成熟的美國為例 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 由大型商用飛機製造串聯起的飛機製造業 影響了美國將近80%的經濟活動 而在美國 每出口一架波音747客機 就能彌補進口一萬兩千輛小汽車 造成的貿易逆差 這也是上海堅定研發大飛機的原因之一 當以鋼鐵 化工 紡織為代表的 傳統製造業內扇窗關了 就必須以高端製造業取而代之 習近平對商飛公司成立六年來取得的成績 特別是在科研方面取得的突破表示肯定 他指出 大型客機研發和生產製造能力 是一個國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標誌 也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重要標誌 2014年5月23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親自走訪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 還登上模擬駕駛艙 體驗了一把機長的瀟灑 我們這個國家也是最大的飛機市場 每年的話要成百上千億的都花在這個買飛機上 過去那個邏輯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啊 我們現在要到過頭 我們首先呢 用花更多的錢來研製製造自己的飛機 形成我們這個獨立的自主的這種能力 大飛機被譽為是製造業的皇冠 代表著異國的綜合製造能力的層級跟水平 而自主研發又是產業存在的基礎 國家所重視的就不僅僅是研製這艘飛機 而是這艘飛機對整個管理整個產業體系和整個工業的拉動和推動 現在有很多創新 我們建立創新型國家 然後這個方方面面有很大的投入 這樣呢在支持我們推動我們大飛機研製的同時 也是提升了他們的工業製造 智力的製造的水平 歷經七年設計研發 2015年11月2號 第一架由中國自主研製的C919大型客機 在上海總裝出廠 並在2017年5月5日成功完成了首飛任務 王倩的世界周報採訪團隊 就曾獨家深入C919的研發基地 這架與波音737跟空8A320布局近似的飛機 除了客艙的配置別具巧思 作為飛機的飛行中枢 C919的駕駛艙採用飽滿的流線型設計 四塊擋風玻璃讓機長擁有更寬闊的視野 而原本駕駛艙上方大量的按鈕 也因為操控系統整合簡化讓人一目了然 因為我們用了目前最先進的集程化航電系統 整個顯示系統也是四塊屏幕 加上這一塊五塊屏幕的綜合顯示 那麼在每塊屏幕它都是一樣的 它裡面都可以調它後面的幾十個畫面出來 就每個地方都可以調同樣的幾十個畫面 你需要看的東西都可以調出來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架子艙的一個 好的一個布局和格調 負責C919研發製造的中國商飛公司 上海飛機設計研究院院長郭博智說 他們就是要靠著體貼入圍的心思 以及最先進的設備技術 與波音跟空8一較高下 我們的發動機用的是目前波機商 這樣量值商用飛機最新的一型發動機 這一型發動機它的耗油量要比同類的發動機 或者在同類在市場上運營 目前運營的同類飛機的發動機 它的耗油量要降低13%到15%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對環境的友好性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降低50% 飛機穴位最深的就是啟動力 機翼的設計 它是能保證飛機的勝利 以及飛機在空中的偽定性和靈活性 所以真的飛機的外形 機翼的形式 真的都是我們的啟動力最終設計的結果 那麼我們設計這個啟動力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想方設法的把這個啟動力設計的 在目前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有比較 所以這樣我們就會在很多的地方 做出很多的不一樣的地方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航空市場 也是波音跟空發最重要的客戶 波音公司曾經預測 未來20年中國市場將需要總值7500億美金 5580架客機 面對如此龐大的商機 它早已不再滿足於只當一名消費者 而此時也正是中國向創新型國家轉型的時候 飛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業產品 它有一百多萬個零不見 當然這是你看見的 而你看不見的裡面有上千萬條程序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把它集成起來的一些 中國的大飛機夢想終於照進現實 在大型客機總裝基地的帶動下 上海將形成完整的航空產業鏈 以其所在的浦東新區經信委的規劃顯示 2016年到2020年 浦東將著力發展航空及相關企業 實現航空主營業務產值1000億人民幣 大型客機年產150架的能力 並且通過15到20年的努力 將浦東形成一個產值規模 超1500億人民幣 財政貢獻100億元以上的 民用航空產業集群 將民用航空打造成上海未來發展的 重要支柱產業 使浦東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知名的 三大民用航空產業基地之一 102加機已經抬起前輪 拉伸衝向藍天 2017年12月17日 距離第一架機首飛相隔7個月後 C919第二架機也在上海浦東機場 完成了首次飛行 第二架的無人從製造 從設計上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們用了很短的時間完成了 滑行的中速低速高速的滑行 很快就轉為到首飛 而且今天首飛是時間最長 比第一架首飛是有很大的進步 C919目前已經收獲了 國內外27家客戶的785架訂單 為取得試航證進入市場 它也將面臨中國航空工業領域 等級最高的是非驗證考驗 研發團隊需要攻克安全 技術 團隊合作以及人員數量 時間週期等一系列挑戰 從設計研發到總裝下線 再到實現首飛 C919大型客機 用了近十年時間 穿起了國內外一條完整的 飛機製造產業 兩百多家企業 三十六所高校 數十萬產業人員 上千個日夜參與研發製造 伴隨著C919大型客機的首飛成功 中國的民用飛機 正在向市場化 產業化 國際化 快速推進 如果我們從C919來看 它其實整個發展還要到量產 差不多要另外七年左右 也就是完全成熟大概是2025年 那麼即使提早 也不會是現在立刻要發生的事情 可是美國看到中國大陸 在高鐵技術上後的成功 現在中國的高鐵 已經幾乎是舉世第一名 和日本的新幹線完全是並駕齊驅 所以一點都不肯小看 中國的C919 雖然C919它的發動機 是來自於美國的通用電器 但是波音的客機 跟很多其他的航空公司的發動機 也都是來自於通用電器 那麼美國希望防止C919 變成一個成功的案例 非跟美國買波音不可 這場貿易戰其實是有的打 有的打來看的話 其實中國重視的是什麼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分析 從經濟上來看 如果美中貿易大戰開始的話 美國的籌碼是比較多的 只是從經濟來看 因為從去年的數字 2017年看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 佔中國GDP的4% 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 僅佔美國GDP的0.7% 所以整體來講 從經濟上來看 中國的籌碼比較少 美國籌碼比較多 可是如果從政治上來看 美國是比較脆弱的 華爾街日報說 從政治上來看 美國的政治痛感 它的門檻會比較低 而且它有很多脆弱處 比如說我直接攻擊你的農業州 這是你川普選票的心臟地帶 另外中共的領導層 它常常它的考量 是比較長遠的考量 它更重視的是 長期的地緣戰略利益 從這點來說 剛才我們在為大家報道說 未來很可能 下一波報復的名單裡頭 除了波音可能會擴大報復名單之外 還包括了石化 包括了很重要的是 跟能源有關係的 而這個部分 中國準備轉向中東 還要轉向俄羅斯 那中東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贏家 美國可能它的天然氣 就會大幅地下降 邁到中國大陸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瞄準美國的農業之後 中國已經暗示 將對業營尤其來動手 這個是最新的一個報道 那麼中國過去的 一帶一路的建設 日本人其實就非常的重視 它如何的透過一帶一路的建設 加強自己跟當地的地緣關係 那麼比如說 在沙烏地阿拉伯 它非常重視在當地 如何建立循環用水系統 因為這是沙漠地帶 在巴基斯坦建立燃煤電廠 另外把它的高鐵輸出到幾個重要的國家 5月 阿拉伯半島進入一年中最熱的季節 在這片沙漠的中心 方圓100平方公里的集讚經濟城 已出具規模 這是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工業城 未來它將是沙特連同歐亞貿易的重要經濟支點 還有這支中國工程隊 他們要在這座沙漠新城裡 建設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循環用水系統 六個小時後 供水設施的心臟 蹦站的基座將開始交注 兩千立方米的基座 交注需要連續20小時不能間斷 太子交注 抓到 面對世界級施工難題 中國裝備完全有實力去解決 從紅海邊上的沙特阿拉伯循環用水系統建設 到卡西姆港旁的巴基斯坦煤電站 全是中國製造 卡西姆燃煤電站 該項目於2015年開工 它是中巴經濟走廊推進的首批能源項目 它這個老發電廠煙筒排煙 好像都是這個黑色的煙 對 它這個大標不大標 我們這個電廠的煙氣有素材還有草料 草料大標排放 明天的時候我們這個煙筒是開門煙的 卡西姆燃煤電站總投資20.85億美元 裝器容量1320兆瓦 研發電量將達90億度 可以解決當地400多萬股居民的用電問題 將成為巴基斯坦最大的燃煤電站 正式運營後 將實行屬地化管理 作為投資房 中國電建集團擁有30年的運營時間 運營期結束後 電站將無償交付給巴基斯坦政府 能源電力短缺和交通基礎設施落後 很大程度限制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大陸企業藉由一帶一路的施行 有了更多的施展空間 電廠之外的另一個輸出大宗 就是交通建設 快速高效的交通物流 為中國經濟成長遠遠不竭注入動力 最近五年 中國鐵路以平均每天16公里的速度增長 鐵路運營里程12.7萬公里 高鐵運營里程2.5萬公里 超過排名第二至第十位國家的總和 中國引以為傲的鐵路 早已經蓋到了非洲 埃塞俄比亞的交通設施十分落後 一直以來 這裡的主要貨物運輸 靠的還是100多年前 法國人修建的迷鬼鐵路 但由於年久失修設備導化 這條連結 伊索比亞和鄰國吉布提的亞吉鐵路 由中國遠間 是非洲第一條跨境電氣化鐵路 在2016年10月正式通車 伊索比亞苦於沒有自己的出海港口 這條嶄新的鐵路 存在的是經濟發展的希望 而對於中國來說 亞吉鐵路的成功 無疑是對一帶一路 構想最好的宣傳 亞吉鐵路的修建 這個東西是實在辦 這個時候 讓人家不光是聽人說 中國有這麼個本事 而且看到的有這麼個本事 這個對一帶路 對我們中國走出來 像我們這個亞吉鐵路 起碼對我們鐵路這個行業 這個系列產業鏈走出來 是形成了非常好的示範效應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要在接下來的10年裡 向亞非及中東等地 投資1.6兆美元 進行基礎建設和開發 《紐約時報》曾評論 一帶一路計畫 讓美國在二戰之後 向歐洲提供的馬歇爾計畫 也相形建出 隨著一帶一路讓更多企業有機會走出去 大陸還喊出另一個遠大夢想 就是在2020幾身全球工程機械的第一流企業 到2030年成為全球最先進的工程機械強國 這不只是口號 它曾一點一點的成為現實 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叫 遠親不如近靈 所以如果我們跟中國人合作 你們又發展我們又發展 作為中國產品代理商 讓鮑威爾驕傲的是 在俄羅斯 中國製造頻頻展現出巨大的技術優勢 賓禮摩斯科河這片現代化建築 高度都超過了300米 其中最高的達509米 被譽為歐洲第一高樓 大廈建造過程中 三一重工製造的四台超高壓拖泵 總共泵送的22萬立方米高強度混凝土 混凝土垂直泵送的最高高度達354米 中國製造在全球鑄就各種經典建築作品 中國製造已經不一樣了 卻也讓美國倍感威脅 當年美國把日本一舉打下去的方法 是簽訂了廣場協議 讓日元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頭 升值了60%左右 日本的經濟從此停滯了20年 那麼這次如果它要人民幣升值 中國鐵定不會上當 那麼接下來它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要求中國某個程度 對美國做出它應該有的貢獻 雙方談判在什麼情況裡頭會妥協 其實如果往前看 過去日本的例子 不會重複在中國的身上 而中國如果在很多議題裡頭寸土不讓 它就是不斷地攻擊 川普的主要票倉 讓川普最終在連任的時候落選 可是落選之後 變成民主黨的總統當選人 他也未必會接受 中國對美國第一的威脅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跨黨派長期的戰爭 只是川普的戰爭方式 來的早上晚上訊息不太一樣 到底要談判還是到底要懲罰 讓人們覺得訊息非常的混淆 可是當中國真正想要崛起的路上 其實是充滿了各種的挑戰 中國現在它的人均的GDP只有9000美元左右 相對美國是5萬多美元 相對於新加坡是5萬多美元 它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在這一點來說 其實中國如何讓農村很快的脫貧 而且增加它的消費跟購買力 是這一次對付 以及面對美國 對中國的貿易戰爭裡頭最重要的方式 而中國的人工智能 不只中國 包括法國 歐洲等等 整個亞洲的崛起 對美國跟西方都帶來了很大的一個威脅 人工智能成為下一個經濟競爭最核心的字眼 中國是最大的市場 但是某個程度它也最需要人才 目前為止在人工智能的科技領域裡頭 美國仍然遙遙領先 但是這個領先的趨勢會有多久 會不會也因為川普的政治利益 尤其川普最近在打擊他人工智能以後 最厲害的亞馬遜 會不會因為川普本身的政治利益 而又防害了美國自己的人工智慧的發展 我們在明天的文獻世界周報 和文獻世界財值報 會為大家做出更多的分析 謝謝收看 謝謝 謝謝 謝謝